之前就大概说过 如果想用显微镜去看一个样本 要怎么做 和大概会看到什么 今次就会讲一下显微镜的原理 要讲显微镜原理 就一定要讲这个特透镜 因为显微镜是由一些特透镜组合而成的 而特透镜究竟是做什么 那个原理我放在眼睛的部分 讲的那里就不再重复了 一个复合显微镜 Compound Microscope 它最基本就是有两块Lens 对着Specimen那个 标本那个就是Objective 密镜 然后对着我们的眼近的那个 就叫Eye Piece 目镜 当那个Specimen的那个光线 就穿过那个Objective 密镜的时候 就会这样被弯曲了 具体原理就基本上是Physics的问题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这些光线就会对焦成一个 View Image 一个实像 大家可以留意到它已经是放大了一次了 还有它是inverted 即是反转了的 那当这个被放大了的Image 它们的光线再经过Eye Piece的时候 经过目镜的时候 就会被放大第二次 不过第二次的放大 就有点跟第一次不同的 第二次放大那些光线 是无序焦到到同一点那里的 所以就不能够形成一个View Image 就是它就只能够形成一个Virtual Image 就像现在大家的画面看到那样 那我们总结一下 那个影像它经过Objective 经过密镜的时候就放大了一次了 所以那个Objective它是有一个 Manification的 不是 密镜有一个放大率 而在这个Eye Piece的目镜那里 又会放大另一次 有另一个Manification 另一个放大率 那跟着整个圈微镜的组合 它有一个总的放大率的 那就是两个放大率成了 就是Total Manification 那譬如那个Objective是10倍的 那那个Eye Piece是4倍的 那10乘4就会变成40倍了 而原本那个实物的箭桌一开始 就是向上的 而到最后它看到我们的眼睛 看到就是向下的 那所以那个Image 影像是倒置了的 那具体来说呢 就是那个Image 就会反转了180度 就是好像现在看到的 左边那个是原本的ABC 到经过那个Microscope之后 就会变成右手边放大了 而且反转了的ABC 那这里就是Microscope各个部分的名字 那基本上每一本格科书都会有的 那我就讲一些没有的东西了 那一个典型的Microscope 其实它是有三块 最少有三块Lens 那那个Eye Piece和Objective 就是木镜和物镜 刚才已经讲了 另外呢 还有一块就是在光源那里 那就是Condenser最光气 它们三块都是converse亮 都是特透镜来的 然后呢 我们预备好了那个Space Admin 就会这样摆在中间 那那个Light Source 光源就可能是一个灯淡 又或者是一块镜 把其他类型的光 例如阳光 就反射到Condenser那里 那Condenser最光气有什么用呢 顾名思义就是将光聚在 因为譬如 如果是光源本身是一个灯淡的话 那些光是散开的嘛 那散开 你打到Specimus那里 就不够强的 那我们就将它聚在 那那个光强度呢 就会强些了 那接着光呢 就会穿过物镜 Objective 然后呢 就是目镜 然后呢 就是目镜 然后呢 就会进入了我们的眼 那之前已经讲解过 那个影像形成的机制 就是那个 究竟放大多少倍呢 是取决于 objective 和目镜 其他东西是不会影响过放大率的 那而 大家如果真是下手用过眼眉镜呢 都知道是要focus 要对焦 那很多同学都在这个位置 卡住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 那就有两个键 两个调节器 就是粗调节器 和微调节器 那英文就是 cross adjustment lock 和fine adjustment lock 就是控制对焦的 那控制对焦 那控制对焦 只是这个位置 那其他东西也是没有关系的 而在光源和condenser中间 就还有一个东西 叫Dilafram 那就是光栏 就是控制有多少光 容许多少光 穿过那个condenser 穿过最光气的 那Dilafram 和Lyso set 就共同控制了 那个影像的brightness 那亮度 那一些比较 舊的显微镜 就是可能是 它是很快镜 反射仰光的 又或者它那个 它也是有灯弹 但是那灯弹 只有开和闪 就不能控制强度 那的话 控制这个brightness的任务 就只能够交给Dilafram 交给光栏 那如果有一些显微镜 那灯弹 就可以控制光栏 就可以透过控制光源 去改变光栏 那总结呢 就利用看Microscope 考虑要考的 就是控制三样东西 那三样东西 究竟有什么 有个显微镜 什么部位去控制呢 那大家要记清楚 千万不要混乱 那这些东西 又可以怎样问呢 那DSC14年的时候 就问了一条 那就是给了一些 用显微镜的步骤 但是它打乱了 1-6的混乱了 接着就问你 那你怎样做 才是一个正确的次序 就要你排好它 那首先呢 那他今次就是想看Cell Division 有细细分裂的 就是想看到这些东西 那就是如果你看到画面 是这样 那就非常之好 那但是很多同学做的时候 都试过了 为什麽我什麽都看不到的 那你看不到你想看的东西 就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你未对焦好 那怎样对焦呢 最好就是用实物来讲解 那我这里就不浪费时间了 那我们要对焦的时候 就会先用低配 先用低配 譬如是10倍的objective 即是10倍的抹镜 那为什麽要先用低配 第一就是因为低配是容易对焦的 第二就是 除了未对焦之外 另外一个你看不到你想看的原因 就是刚好你想找的东西 不在你现在看的位置 那你就要透过移动你的视频 即移动你的转播片 去找它出来 那你找东西当然视野越大越好 那我们就会知道低配 就是低配的时候 视野是大一点的 那所以我们第一步 就先用低配对焦 第二步就是在低配的时候 因为视野大一点 就找回你想看的东西 那就是第一和第二步 而第三步呢 我们就需要将我们想看的东西 就放回在视野的中间 因为这样你才可以確保 你再放大它的时候 它继续在中间 如果不是呢 你放大的时候 就可能它 你想看的东西 就会离开了你的视野 那你就看不到的了 那之前都说过 在那个Microscope里面 那个影像是invert 导致了的 那在实际操作上 那在实际操作上 就是怎样呢 那就是呢 你现在在那个Microscope 看到一件事 那它在左上角 你想把它移到中间的时候呢 你就希望它向右下方移动 那由于这个影像 和实物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呢 实际上你就要把那块 然后把它放大了 那具体的做法呢 就是本来用 譬如是用10倍的objective 就是不抹颈 我们就把它转成40倍 而你转完之后呢 除了它放大了之后呢 很大机会你会发觉 那个画面是暗了的 那我们要调整个Brainness 亮度的话呢 要是就动个Dilafran光栏 要是呢 就是动个Light Source的光源 那这个画面呢 就可以由暗变回光 这样就完成了 那接着那个题目的第四第五条 那个重点就 和这条片有些分别的 那我照打出来给大家参考 这条片呢 我最后一样想解释的东西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 将放弹度调高的时候呢 画面会变暗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会将那个 焦点呢 就放在 那个Specimens 的标本那个位 那首先呢 在low power 低倍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些光 会射到去标本那里 然后呢 有一部分会穿过了 那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呢 就只是一个 比较狹窄的范围而已 那如果我们对焦 做好了呢 那理想地 你就会看到一个 这样的画面 那当我们转做高倍的时候 又有什么分别呢 那其中一个分别呢 就是我们观察的实际范围 其实是收窄了的 那实际范围收窄了呢 我们实际可以用到的光呢 也是少了 因为有多少光就取缺于 我们观察的实际范围有多大 所以呢 实际上一个小一点范围 弱一点的光 你把它放到同样那么大呢 就是影像放到同样那么大的时候呢 那那个实际的光强度就会降低了 那我们就会见到呢 画面就会暗了的 那可以怎么做呢 那要是就是较阔较一点的diagram 就是光较较一点 让多一点光可以打到那个标本那里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如果盞灯有点较的话 就盞灯较光一点 那就可以令到影像的brightness 那个亮度提升回到 我们一个想要的水平了 那接着呢 这个表呢 就本本书都有的了 无论你是正式交幅书 书书书书都好 那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列了出来 其实没有解释的 那大家就死记 死记完之后就会露乱了 那我希望这条片 就是详细解释了一次 那大家可以知道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那就可以容易些记得了 那最后呢 再选多三条相关的past paper 那大家就可以测试一下自己是明不明白 那自己做 那要答案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不是想要做的 不信 那是在先的美东西 我这边是没有了 那是有没有了 那就是这一条正面的人